农业及粮食安全部指出 相比2022年 去年的稻米产量下降4.7% 连带同期的白米产量也下降了4.6% 农业部今天在一份文告中指出 稻米产量从2022年的228万1000多公吨 下降到2023年的217万5000多公吨 这使得白米产量也从2022年的157万4000多公吨 下降到2023年的150万3000多公吨 文告表示稻米和白米的产量减少 由各种内外因素所导致 在这之前农业部长穆罕默沙布披露 部门会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制定的标准 引入计算国家白米自给率 以及人均消费量的新基础 而通过新的方式 农业部调整了去年白米产量的计算基础 也就是只纳入将加工成白米的稻米量 而没有计算用作种子用途的稻米量 出色 cin sencill的重症 白米也有输入 是rare知名您在问沙克西监 没有计算下均消费光